主持 朱丹 歡迎各位聽眾又回來 今季度最後一集 Chester和你Check的直播室 今天有我Chester 有嘉賓主持Anita 大家好 預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還有Jessica 大家好 兩位今天很厲害 我們請到誰 請到我們香港政府的保育專員 蔣志浩先生 大家好 你好 蔣志浩先生 要問名叫Ivan何 看資料就是 中大工程系出身 為什麼你會選擇你現在的職業 或者你如何入政府 首先說一下哪方面的工程 其實Chester我是讀信息工程 但你問我的問題 我想我們要回到時空上 我們要撥後一點 用當年的術語 就是叫我們回帶一下 跟現在的年輕人有些不同 就是我們當年的讀書 一件很重要的考慮 就是我們將來出來找工作 所以很多時候在中學的時間 分文科理科 很多人會選擇理科 然後去到選擇大學的時間 不是那麼多人會選擇什麼興趣 主要就是想想哪一科最容易找工作 當然會計師、工程師、律師 都是一些很穩定的專業職業 所以當時我選擇了工程 於是就入了工程系 到畢業的時間有點不同 因為人開始長大了 開始想想 其實我是否真的有興趣對著一些機器 或一些電腦多 於是就在想 我當時找工作找很多 可以說是魚翁殺網 什麼都找 會計師我也有報的 會計師也有報 其中也報了政府這個政務織系 幸好經過幾關之後 政務織系請了我 其實當時透過過程 由我開始完全不認識什麼政務織系 一直慢慢了解 就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工種 我相信全世界沒有多少工種 就是可以在生涯中 每隔三至四年會轉一轉工 轉的工作 就是可以完全和之前的工作 是可以風貌不相及的 某程度上 當然其實所謂風貌不相及 就是純粹是技術層面不同 但是在管理技術方面 或者知識上面都是相近的 以及如何去做政府的管治方面 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所以最終我就選了入政府 我想聽你這樣說 連你自己本身工程 你都覺得 都未必是很想你終身去追求 你入了政府 是否那個AO 那時候是一個很搶手的事情 還是難不難考的 其實難的 到現在AO還是很難考的 每年都有很多人去爭 很有限的職位 你問我其實每一個工作 真的很看每個人的性格 我看到就是我們AO 其實現在我身邊很多的同事 其實的確來自五湖四海 不同的一個訓練 但是同一時間反過來 當時我讀工程系 其實出來的同學 除了有在工程界發展之外 的確也有很多同學 去了不同的工程界發展 因為我相信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在大學 是學習如何去到一個思維 以及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 甚至乎我當時有一個同學 其實最終是成為了一個明星 他是紅片兩岸三地 不會是樂德華 我跟他年齡有一點差距 所以就不是他 難道陳奕迅 大家不要在這裡猜 或者是會不會是豬丹 那你AO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哪一個部門 AO的第一份工作 其實一入職我做了一個短期的崗位 其實當時主要是在知識產權署裡 幫助處長籌劃 就知識產權 我們如何向公眾做推廣計劃 之後沒多久 我入了當時的憲制事務科 即現在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第一個任務就是處理回歸 和回歸相關的工作 其實也有緣份 之後我陸陸續續 也有再回到同一個局 處理一些包括選舉 包括立法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 以及政制改革 我也有涉獵過這關工作 現在突然轉為文物 2020年開始 有什麼感受 感受 每一個崗位都很有趣 其實的確每一個崗位都需要重新學習 我還記得當我去到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我第一天上班 當時是2020年11月底 開始去了解工作 是COVID 到了12月底發生了一件事 突然之間 當全香港同一時間很集中在文物保育 大家可能記得 2020年12月底 我還記得當天 就是深水埗沛水庫 當時在清拆工程中 大家發現原來沛水庫的建築結構非常有特色 於是我還記得當天局長叫我去開會 當時我還在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 局長跟我說 Ivan豪 行啦 你下午下去見記者 我還記得之後我收了很多電話 因為我對上一個崗位其實我在海外 回到香港在COVID期間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回來了 因為在電視機上 在報紙上看到我 原來Ivan豪已經回到香港了 就是因為這件事 有三藩市回來 沒錯 我其實對上一個崗位在三藩市 你現在的崗位都做了一段時間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難忘的經歷是不少的 首先你剛才說了沛水庫事件 而且確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其實整個我們的組織 我們的部門 其實都重新審視一下 究竟在工作流程上 我們和其他部門上 如何可以再進一步加強溝通 去避免與類事件發生 同一時間我們也發覺 其實古蹟辦和文物保育員辦事處 其實本身在文物保育上做了很多工作 在文物保育上 但是可能公眾在這方面的認知不算深 而且我們也覺得 我們應該進一步向公眾多一些 去做一些宣傳推廣和教育 讓他們知道文物保育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特別在香港 我們一個地方很狹小的空間裡面 我們做保育 其實我們同一時間是需要去想想 我們在一個可持續發展方面 我們如何可以兩方面 共同向前走 我想過往的三年來講 我和同事放了很多心機 在這方面 其實我也很感謝我的同事 特別是文物保育 這是一個很專門的項目 我剛才跟大家說過 我是讀理科 我是讀功課 我的歷史其實是中三程度 所以我很多東西是重新學 但我也很感謝我們的同事 其實他們本身很專業 也很願意教我 所以透過過程裡 我一方面學多了一些關於我們自己的歷史 這個其實對於我們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化自信 以及在香港我們自己的一些愛護香港的心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透過這個同樣的歷程 進一步向我們年輕的一代 去推廣相關的認識 有沒有跟同學 有沒有跟這個學校合作 即是將這個保育文物 這些項目可以推到學校 有的 其實這件事也是我們自己的目標 之前在疫情期間相對比較困難 但現在疫情開始慢慢過去 所以我們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包括我們平常現在做一些展覽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跟學校合作 首先第一部分 我們是跟教育局跟學校 先由老師方面去做功夫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要訓練 我們先要教老師 讓他們認知之後 他們就可以將這些訊息傳授給下一代 因為純粹靠我們自己的部門 我們的確不能夠進入每一間學校 除此之外 我們在一些展覽 或者我們在一些工作坊 或者平常的活動也好 我們都盡可能去到希望 去吸引多些不同的同學去參與 特別我們其實在去年 我們做了一個填飾比賽 我們將一些歷史建築法庭古蹟 將它劃成一些線圖 然後找了一些小學生去參與這個比賽 其實效果非常好 我們發現很多學校都很鼓勵同學去參與比賽 在過程中可以發揮到他們的創意 藝術天分 同一時間也了解到我們自己的香港歷史 比賽完之後還有一些展覽 在你的場地上 對 比賽完之後 除了在我們自己尖沙咀的九龍公園文物探資館之外 我們同一時間在中華街市也做了展覽 好了 蔣主元我們下次回來再繼續